就是人跟人的關係 我們怎麼在這個世界自處 怎麼跟別人相信 所以我們的祖先才會說 天降大長 什麼叫長 人與關係 在家裡你又是小孩 你生了小孩你又是大人 你到社會 你既被管 又被人家管 不就是講人際關係嗎 所以人人都是管理者 不是誰來管理 因為人人都是管理者 在古時候 早就孔子動餐這一切 每一個人上下戶管 你做高官的 你做皇帝的 你不要吃飯嗎 皇帝又可以不用吃嗎 誰來中 人民中啊 但是人民有難的時候 高官要幹嘛 組織軍隊去打別人啊 去黃域啊 所以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 這個社會是互相依賴 孔子島 孔子島就動穿這一切 在當時的社會有各種階級 但是要告訴你 行人 管理者如果沒有仁愛之心 下面的人就會被發 行人 人跟人之間互相 彼此這麼發 事情就行得不好 我們當然現在不可能再說 那孔子說得很對 我們再來背中力吧 我們一切同中力 不可能 但是他的心本 價格是在 那個思想是在 我們需要的 現在需要的是什麼 一個人心 第二個 足夠的心理學 因為 過去的心理學 在過去的一百年的發展 我們對於人這部機器 有更深入的了解 西方呢 是非常善用這一點 東方仍然還是愚昧 很簡單 何舉個例子 現在我們的報紙一天到晚 就是 喔 王健民 然後呢 打籃球的 都是美國的隊 可是如果你們把它做得比較 叫 美國人 我在美國的時候 下班 坐在那邊 坐在電視前面 就是看 前面一包 一個可樂 從下班 就一直坐到很難睡覺 這個人在那邊吃 看那個 他就不會出來做 他就不會出來做 在早期的時候 那些打棒球的 Football 是誰 黑人 美國人長時間有黑人的歧視 欸 這幾乎也變成金銀行 各位在那邊看 歐洲人最 驕傲的就是什麼 羅馬人 各位有沒有想到競技場 競技場裡面的那個 下面神鬼鬥士 所以公民可以坐在上面看 你閒的人就讓你閒的人鬥 西方人早就知道 人 不能夠讓他閒 閒的就會出事 人是靠什麼 人是靠刺激而活的 所以就要看別人去鬥死 然後讓他參與 你把獅子殺了 啊 那個奴役就變成自立 如果他受傷了 喔 你看每個人都有參與條 各位 再想看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 投票 像不像 很多人說 喔這就是歐洲的民主吧 我們也很高興我們來投 欸 各位投了以後 這個國家你能夠參與嗎 我們可以參與嗎 所以外國人西方人 他們對知識的控制是比我們嚴謹 他知道 人就是要這樣 他才會做亂 這是什麼 公民一千年左右 羅馬競技場他們就臨時吧 中國人不懂嗎 你們如果再回去看商待 商待一天到千噸 很多人都知道原因 我抱歉就是這個 同樣的原因 大甲遷都 為什麼 那篇文章很清楚 就很簡單 我們的都 我們的國家本來是在河的北啊 現在要遷到河的南啊 為什麼 因為安逸太窮 不能讓你老百姓安逸在安逸下去 人就落落 要做這事情啊 從中就丟掉 所以如果你在看國語裡面就講 講得很清楚 人要勞動 人如果是通通住在土地非常富裕的地方 種下去死都不就要出來 這個人民是很難管理的 人要住在土地不肥沃的地方讓他勞動 中國人會不知道嗎 我們的祖先早就知道 可是我們的方法是什麼 讓他有生存 那有個人的方法是什麼 讓他成立 讓他死去 現在講人權啊 所以開始不鬥人了 不鬥人了 西班牙鬥人了 現在開始打棒拳 這就是社會 我們居然現在 我們現在的這些政治學家 這些學者 就認得我們社會這樣 完全跟著西班牙鬥人 墮落了死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保民 保民就是怎麼樣跟人民相處 管理者 又愛人 我們等一下會再提到這裡 那如果人人是管理者 很簡單嘛 工廠裡面你如果不愛你的員工 你看他會怎麼樣 他會給你出案 這兩天就真的要出案 越南就很清楚對不對 因為 報紙上現在寫的是 報紙上寫的是說 台灣因為台上用鹿幹 鹿幹很兇悍 然後越南的人 就要把鹿幹 順便燒到台上的殘 這不就是你平常利用人民 不把人家當人看 事情來的時候 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這不就是管理者的事情嗎 你不將心比心 我們剛剛講人對不對 人我們曾經講過 我們上過課 我們上 我們討論過 人的最初意義是什麼 世人平等 人跟人每個人都一樣 不是管理者 而是我因為還會這一項技術 你不會 我現在告訴你什麼 幫你當人看 我有個吃 這才是中國傳統的合理 但是我們台商 今天要在院裡 遭到這種困境 就是平常只有鈔票 因為很長的時間 我們已經 就像我們的一個學弟家 念這個東西有用的嗎 OK 人跟人之間 的關係 要靠行 德就是行 剛剛講的關係 是一種觀念 現在講的是一種行為 說文解字 說生也 你看看 德跟生有什麼關係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的 阿德 怎麼說文解字是生呢 你們就知道 在說文解字漢代的時候 被德這個字的看法 跟我們現在的字不一樣 他寫在那裡 什麼不一樣 德就是什麼 使人性生 使你能夠通天 所以德者生有 所以得 直心 外得於人 內得於情 各位 在看到直心 心 意思是 你第一眼瞬間看到事情 該是什麼 你就做什麼 我們現在說 唉呦 這樣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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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保險嗎 你為什麼不去好好研究 再去做 為什麼是看一眼下去就做了 各位如果想到這一點 就想 有人這樣講 有沒有道理 阿後面有沒有 有一些道理 我們已經忘掉了 所以周理立觀說 德行 內以外之爭 兩個字如果合成 在心為德 失之為行 所以德行 是併用 說字 重點在哪裡 德是在心裡面想 行在外面行的身上 我們的行 所以德是一種心 實 心就是心用心 德是義物有行 我們可以得到這一點 可是如果 你再回到更上 我們的江湖裡 你們就可以看到 各位都知道這個符號是什麼 就是釋放通達的道理 簡寫了以後就有道理 眼睛 各位看看這邊眼睛 原來寫是眼睛看的一個 現在的學者能去解釋 各種解釋都有 可是人一直看 可是心裡已經化了 化了一個定義 這裡面 我們現在只能略說 到下個 下一次我們演講 會再下一次 這意思很簡單 就是什麼 直覺 你如果能夠用你的直覺 看到事物的本質 就去做 這個結論 對不對 所以孟子講什麼 人性而善 為什麼會想 他舉個一個例子 各位 一個小孩趴趴趴趴 快要掉到井裡面 任何一個人都會把他救了 對不對 你還要想嗎 這就是直覺 因為這個直覺 所以他做人性而善 群子做人性善 人性為惡 人被擬去 人被教育了以後 人被教育了以後 人開始忍為惡 叫做惡 所以群子 看到的是 人發達以後的社會的現象 孟子看到的是 人生出來的直覺 人生出來的直覺 所以群子講學 講法 要有芳煌才有辦法學 人的善良被討厭 就是群子的學 所以我們就知道 五十二人講德 是一種直覺 是一種平的良心 良知良能 我們講良知良不做直覺 不做文旦 在社會大婚酒 他已經不見了 他已經不見了 但是 我們可以在文獻當中 在過去的文化當中 看到人怎麼樣 可以把不見了 又回到孔子 又回到孔子 孔子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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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